更多资源请登陆日语狂听 更多资源请登陆日语狂听 在上一回我们讲到了宁王起兵叛乱 关于宁王这个称号 我想大家并不陌生 在咱们前面讲到了 明成祖朱棣发动静难之役的时候 就提到了宁王 可以说他是被朱棣拉下水 被迫跟着他来打这场静难之战 那么为了让宁王卖命 当时朱棣向宁王许诺 一旦静难成功取得天下 那么就来个一分为二 俩人一人一半 当然了事后他很自然的 就把这件事情忘得干干净净了 宁王也没有什么计较 他呢就跟朱棣提了个要求 说你让我去杭州吧 在那个地方过几天舒服日子 朱棣不允许 宁王还是不计较 希望能够去武昌 在那个地方也行 可是朱棣又不允许 最后宁王也没办法了 说那那您说让我去哪吧 朱棣下了个命令 让宁王去南昌 宁王听了之后也没反抗 也没有非议收拾东西 乖乖的就去了 不是因为宁王没脾气 只是因为他十分清楚 发脾气或者抗议 那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因为他没有讲条件的实力了 但是宁王的愤怒 却是没有办法平息的 所以啊到了这个南昌以后 他是整天的愤愤不平啊 然后还嘱咐他的子子孙孙 不要忘记你们祖先 我曾经受过的这种耻辱 所以这个仇恨的种子 他是代代相传 终于到了诸后赵统治的时期 是开花结果了 而把这种仇恨转化为果实的人 叫做朱晨豪 这个朱晨豪啊 也算不清楚是第几代的宁王了 反正他是一个挺有报复的人 作为宁王的子孙 他继承了祖先的仇恨和耗勇斗狠的那种性格 同时他也看透了当今皇上诸后赵 不是一个安心做皇帝的人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 诶这个朱晨豪决定采取一点行动 可是很快他就发现 自己啊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没有办法造反 怎么回事呢 没兵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想当年燕王朱棣本人 那就是造反起家 所以他特别防备藩王们起兵造反 他当了皇帝以后就实行了大裁军 当然了裁的全是藩王的护卫 到了朱晨豪这个时候啊 几乎他就是个光杆司令了 除了一批下人亲军 还有一堆破烂刀枪 他也就这点夹当了 抓个小偷都觉着不够使的 要想造反 那也真是太逗了 听到这儿啊 可能有人说了 这这算什么呀 没兵好办 招点不就完了吗 招兵买马 那不是相当于在自己脑门上写明了造反俩字了吗 你要想合理合法的招兵 那必须要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行呢 于是宁王啊 就想起了一条古老的智慧法则 什么呀 走后门 他的第一个后门走的是刘锦 送了一大堆的钱 哎 请求恢复自己的护卫 说吧 这个地方 净到土匪 不安全 刘公公一听 好好好 收了钱了 大笔一挥 就给他批了 朱晨豪是高兴的不得了 可惜呀 没过了多长时间 这刘公公就被剐了 接任刘公公的人 没收过朱晨豪的好处啊 他不买账 大笔一挥 又把冥王的护卫给裁了 朱晨豪是连眼泪都哭不出来啊 这钱算是白送了啊 打水漂了 他一边咒骂那些收了钱不办事的恶人 一边继续筹钱送礼 王爷嘛 有的是钱 这一次他寻找的目标是那位钱宁 钱宁咱们知道 是这个朱后赵后来宠信的一个陪着他玩的人 钱宁和青年这两个字 简直就是不共戴天 他见这朱晨豪送钱 二话不说就收下了 还明确的向朱晨豪表示 如果有什么困难 兄弟 你只管开口 于是在他的帮助下 宁王的护卫再次建立 他又有了这个招兵买马的指标了 可是宁王发现光凭着这些兵还不够 思前想后 他居然产生了一个天才的构想 什么构想啊 招聘 他招聘的这个范围主要包括一些强盗小偷水贼地痞流氓社会闲杂人员等等等等 总而言之一句话 凡是那些影响社会安定使得社会不和谐的因素 哎 他全收 而且学历不限年龄性别不限能闹事的就行 这些个被招聘来的各个犯罪团伙头目的名字也很有特点 比如什么零十一啊 吴十三呢 和当年的贫农猪虫八还有走私犯张九四一对比 您就知道这都是些什么人物了 这种兵匪一体的模式也决定了宁王手下部队的作战方式 那是边打边抢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由于长期的从事某些特殊职业 这些个人早就养成了所谓的良好的工作习惯 哎 甭管怎么七拼八凑吧 反正宁王这人凑的是差不多了 就这么着吧 除了兵律之外 朱晨豪遇到的另外一个难题就是关系 要想好好的成功的造反 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关系网 于是宁王就利用当时的江西驻京衙门 也就相当于驻京范事处吧 结交了很多的大臣 并且广拉关系 四处请人吃吃喝喝 这牌上和声势都挺大的 朝中的大臣对他的这种举动也都有所察觉 也有人上书给皇帝报警 但是奇怪的是 当时的内阁首府杨廷和却是对此不闻不问 原因呢 很简单 杨廷和也收了朱晨豪的钱 请诸位不要吃惊啊 这在史料上是有记载的 朱晨豪先生花钱拉关系 对这位内阁的第一把手当然不会放过 好吃好喝好住 搞好娱乐活动 杨廷和先生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当然了 杨廷和并不支持 也不知道朱晨豪想要造反 他认为呢 这个王爷到处拉关系 只不过就是想让自己呢 过得更舒服一点而已 而且当时的物价已经涨得挺高的了 可是杨廷和的工资并没涨 所以呢 他似乎认为收点赔钱 也不算什么新鲜事 生活是艰难的 工资是不够的 就连当时另外一位重臣啊 那位忠臣杨一青也干过额外创收的事情 不过杨一青可没收宁王的钱 他主要是帮着别人写个字啊 写个信呢 写个木志明啊什么的 这样呢 写完之后收人家点润笔费 也算是按劳取仇吧 生财有道 无论如何 朱晨豪靠着钱财铺路 打开了自己的关系网 为自己即将开创的所谓事业奠定了基础 从当时的时局来看 朱后赵本人不太愿意做皇帝 奸臣小人 比如钱宁江宾这些人也是十分的猖獗 文官集团似乎也对朱后赵失去了信心 而宁王自己不但占据了地利 还有人在朝中接应 这个造反之后 胜利应该是有一些把握的 于是他终于下定决心 决定打破和平的环境 决心用无数百姓和士兵的性命去实现他自己的野心 那么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来看 宁王确实有可能成功 但是要实现这个所谓的成功 那还要加上一个假设的条件 什么条件呢 就是假设没有王守人 好 咱们现在又说到王守人了 在前文书咱们讲过 王守人到了贵州的山区里 在那艰苦的生活和工作 结果误了道了 那么误到之后的王守人 老老实实的又在山区种了两年地 在这个种地期间 他发展了自己的哲学 成了远近文明的山区哲学家 当时这个贵州教育部门的官员 经常请他去到处讲课 还有人专程从全国各地跑来听他的课 比如有大湖南那边来的 可是这一些并没有改变王守人的环境 一直到刘瑾被杀死 王守人终于等到了出头的一天 在正德五年 也就是1510年 他被任命为庐陵支县 即将上路赴任 整整三年 这是王守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三年 在这个地方 他获知了秘密的答案 也拥有了无尽的力量和智慧 他向着这个给他一生最重要启示的地方 看了最后一眼 然后跨过重重山岸 走出了关口 重见天日 在这个史书当中 记载说王守人再起之时 天下已无人可与之匹敌 现在王所长变成了王宪令 终于可以大张旗鼓的干活了 可是刚刚过了七个月 他就奉命去到南京报道 成为了刑部主事 那刑部的椅子还没坐热乎呢 他又被调到了北京 这一次是吏部主事 然后是南京太普寺少卿 南京洪庐寺卿 而到了正德十一年 也就是1516年 王守人竟然当上了都察院高级长官 左检都御史 奉命巡抚江西南部 哎呀 真是翻身了 这回彻底的翻身了 短短的六年当中 他从没有品级的编外人员 一跃成为了三品大员 实在是官场上的奇迹 其实啊 这个官场上是不存在奇迹的 王守人能够在仕途上如此的顺利 那是因为有两个人在暗中不断的支持着 这俩人是谁呢 一位就是杨一青 另一位是兵部上述王琼 杨一青咱们知道啊 一大清官 他曾经见过王守人 多年江湖滚打的经验告诉他说 这个王守人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奇才 是可以挑大梁的人物 所以杨一青对王守人一直是十分的关注 而且刻意的提拔他 而另外一位叫王穷的就更有意思了 这个人呢 名声特别的差 因为他特别擅长拍马屁拉关系 他和当时的钱宁 还有江斌 这两个人的关系都挺好 那么当时钱宁和江斌 那是死对头啊 这个王穷能够把两个人全都哄得滴溜乱转 那您说是不是特别擅长刘续拍马 哎 他的这种行为常常被正人君子所不齿 然而这个王穷 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 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因为说了要这好人也拍马屁 哎 咱们说坏人拍马屁 那是为了做坏事 好人拍马屁 则是为了干实事 没办法 因为当时人家那些人他当权呢 所以在王穷那里 拍马屁 只是一种技术手段而已 和他的人品问题 没关系 王穷掌管了兵部 他利用手中掌握的大权 颁布了很多有利于国家的政策 并且废除了很多不合理的制度 而他每次提出一件意来 总是能够获得批准 为什么呢 因为管事的钱宁和江宾都是他哥们啊 这兄弟的奏折自然是第一时间要签字改账的 那么当王穷第一次看到王守仁的时候 就用一句话表达了自己的感想 他说若用此人可保天下太平 王穷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权力 破天荒的连续破格提拔王守仁 他也不理会别人怎么嘲讽的 怎么猜测的啊 是不是他得了王守仁 什么好处了 因为他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对国家有好处 是绝对正确的 在正德十二年也就是1517年的正月 王守仁正式到达了江西 开始履行巡抚的职责 可是到了任上他才发现 这情况和他想象的有很大的不同 原来王穷任命他的时候 私下里跟他说 这就是安排你到基层去锻炼锻炼 下去转转就行了 然而王守仁到了地方上一看 才发现他的这个辖区里 当时正盛产一种特产 什么玩意儿啊 土匪 王守仁终于醒悟了 临走的时候 王穷那老见巨乏的面孔和奇怪的笑容 立刻浮现在他的眼前 王守仁心里暗想 哎呦我的上书大人 你可真不够意思 虽然说遇到了许多的困难 可是哲学家王守仁是不怕困难的 想当年在贵州种地扶贫 他都不怕 还怕现如今在江西这打土匪吗 可是他慢慢的发现 这帮土匪绝不是那么简单的 他们不但人多势众 而且作战勇猛 消息灵通 更为可怕的是 在这些土匪的背后 似乎有一股强大的势力 在暗中的支持着他们 王守仁看出了这一点 他没有仓促的出兵 而是仔细的研究了 以往剿匪的战力 哎 他琢磨半天 终于发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巧合 怎么回事呢 就是在每次官兵出击的时候啊 不是扑空 就是重埋伏 很少能够展开了作战的 这土匪 怎么可能知道官兵的行动呢 答案只有一个 人家有卧底 在这个官府当中 一定有土匪的卧底 所以王守仁决定先解决这些卧底的人 王守仁谋划之后开始行动了 在不久之后 他突然发布了一道命令 表示说 最近要集中兵力剿灭土匪 来一次突然袭击 要各军营 做好准备 然而呢 大家忐忑不安的等待了很久之后 却也没有得到开战的命令 与此同时 身边的一些同事 却突然的失踪 然后呢 又被放了回来 而且各个神色慌张 怎么问也不开口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就是王守仁的计策 他先放出消息 然后派人盯住衙门里的各级官吏 发现那些去通风报信的就记下来 然后全都秘密逮捕 但他最高明的地方在于 这些人他一个也不杀 而是先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再问清楚他们家庭住址和家庭成员 聊几句诸如希望你的母亲子女 保重身体 我们会经常去探望之类的威胁性语言 在软硬坚实之下 这些人呢 乖乖的答应给官府当卧底了 成了双面间谍 这一下子土匪们可就抓瞎了 有好多的土匪头目 因此被一网打尽 那么在出战告捷之后 王守仁更是在接在立 决心把这场江西剿匪剂演到底 他拿出了一个绝招叫石家牌法 那位说了什么叫石家牌法呀 所谓的这个石家牌法 通俗点说就是保甲连坐 听着耳熟吧 王守仁把当时的这个江西的地方分为石家一个单位 每天轮流巡逻 如果出了什么事情 大家就一起完蛋了 这一招实在是太狠了 搞得本地土匪过年都不敢回家 只能躲在深山里 一边啃着树皮 一边痛骂王守仁 要说呀 这土匪也是有尊严的 他们再也没有办法忍受了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与其被王大人玩死 还不如起来拼一拼 可惜呀 王守仁王大人 实在是一位软硬不吃的人 可怜的土匪们不会知道 王守仁先生通常被后人称为四家 哪四家呀 伟大的哲学家 军事家 政治家和文学家 这四个称谓 他都当之无愧 所谓的军事天才 就是不用上军校 拿着一本孙子兵法 也能够打仗的人 而且还能打胜仗 王守仁就属于这一类 他不但会打仗 而且还打出了花样 他的这个用兵方法 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诡异 那么咱们的这位王守仁 王大人 究竟用什么样的战法 来消灭这些土匪呢 咱们下回接着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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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